意义就是健康 他常对人说 健康的身体是一切事工的根本 学太极拳 从外表来看似乎很艰难 但只要努力以赴 那就不难了 要点就是要能够全身放松就可以了 这是郑曼清先生演练太极拳工架 一种古老的健身运动 拳的意义是武术 但这点有时候被过分强调 因为太极拳主要的功能 是促进人们身心健康 武术尚在其次 请注意观看郑曼清先生 演练着优美的拳架 他全身放松 肌肉没有一点紧张 两竹虚实风轻 头额正直 气沉斑田 演练着优美的拳架 经常保持练习太极拳 可以带给人身体健康和柔软 像婴儿一样 所有的动作 也认为他在肌肉身体健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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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断地练习 郑曼清先生曾说 你每天可以少吃一餐饭 但不可以不练太极拳 优美的拳架 也认为他在肌肉身体健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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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郑曼清先生 重复演练一些重要的动作 这是说明太极拳 在健身以外实用方面的功能 在对手用力攻来的时候 以放松和走化的方式相应 以达到后之一发 先之一致的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